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设f of x 等于 x 减二分之 x 减二的绝对值 那 x 不等于 2 试求下列极限值 第一个 limit x 区近于 2 的左极限 f of x 等于多少 第二个 limit x 区近于 2 的右极限 f of x 等于多少 第三个 limit x 区近于 2 f of x 等于多少 好我们在算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看题目问我们的 第一个是左极限 第二个是右极限 第二个就是 x 区近于 2 所以呢 这个答案等于多少 就是看它们两个有没有相等 好我们先看到第一题的部分 当 x 小于 2 且 x 区近于 2 这个意思就是 x 区近于 2 的左极限 则 f of x 区近于负 1 那故 limit x 区近于 2 的左极限 f of x 等于负 1 好第二个 limit x 区近于 2 的右极限代表这是 当 x 区近于 2 当 x 区近于 2 当 x 大于 2 而且呢 x 区近于 2 好比 2 还要大 那从右边来逼近 则 f of x 区近于 1 故 limit x 区近于 2 的右极限 f of x 等于 1 第二题等于 1 那第三题呢 因为左极限不等于右极限 所以 limit x 区近于 2 的 f of x 不存在 所以这三题这样就可以解出来咯